不是阴影 是羡慕 还是觉得还是不一样 就你们上过学的跟我的气质都不一样 然后一站你就觉得 嗯 学员派的 经过学习的人还是会显得高级一些 就是他的表演方式也会比我们要高级一些 原来蒋新曾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三世之后最终落榜 缺少一只圈内认可的正统文凭 让他在最初踏入演艺圈那几年自卑不已 也成为他内心一直以来的从一遗憾 现在还是个遗憾吗 呃 会是 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应该有的那段经历 你没有去经历 哎呀 这个是我们机场 然后这个是那个服装室 我们老是借服装在这儿楼上 这是图书馆 为了议员当初的梦想 蒋新在好姐妹乔新的陪伴下 一起来到中系校园 东瞅瞅西看看 不时还要与同学们来张合影 猴头可刚入学的新生 我觉得我特意看了一项神圣的大红色 我看到了台了 当然毕业着就站在这个台阶上 为什么呀 不知道 传统吧 可能 我要拍 得拍出这个牌子主要 对对的 得拍出那种毕业的感觉 太能了 我是来圆梦的 学校还特意安排了一堂别开生命的表演课 蒋新这回可是抓紧了每一分每一秒来感受中心的课堂 开始 一 二 三 三 好 不久去的时候被赶回去的 一 二 三 三 三 扭曲形体课释放完天性 面部肌肉活动训练 又让蒋新硬生生地活成了表情包 再把面部五官缩索 对着一次去 三 二 一 现在我们再把五官张开 现在张开的时候我们说 融入年轻学子里的奖心玩得不亦乐乎 不想一堂模仿客让他的眼眶湿了 然后慢慢呢 我的背影都会吹 吹吹一个背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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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你还是想想到年轻学生的 原来蒋心是触紧生情地想到了自己的父母 那我刚才开玩笑说 这好像是我要放弃梦想的一堂课是 因为那一瞬间想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想到了他们每天步履越来越慢了 所以就会想好想回家陪他们 八岁凭借电视剧《追子皇后》踏入演艺圈 十六岁放弃学业带着父母离开家乡做北漂演员 那些年蒋心尽力的苦相信大家也能想象到 而当初那些课班和分课班的所谓自卑感 也在蒋心化身为角色时不复存在了 确把药端着跪下劝你的母亲喝 爸 跪下 我喝 我现在又喝 26年扎扎实实的演技打磨 让蒋心成功诠释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角色 没有千篇娱乐的追子脸 没有数不过来的绯闻 蒋心用一步又一步的作品告诉大家 行走娱乐圈靠的还是实力 我不太想要太多名利 我希望自己能够无忧 你不觉得在你上升阶段的时候 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吗 你又可以有你想演的戏 你又可以自由自在的活着 可是都来了 我就只能接着 在接着的同时尽量的做自己 新一日在线 点击报道